6月和9月參加我們對於台灣西部空氣品質不滿的民眾所發起的一個反空屋大有史 我想這個議題是我們台灣西部最重要的議題 這個議題也讓當時的執政黨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市民朋友 大家求行求變 希望找藍天 希望恐怖感 說到我們的地方 小卡從美麗的家園變成不是人居 即將面臨實話的恐懼症 我想我們鄉親和夫 鄉親和夫 2017、2018幾任的行政院長突然都在選舉前跑到了我們 五百年來開槍 我們有這麼大的關羽 我們的行政院長 跑到我們地方活動中心 說要千春 而且還要保身千春 甚至我們的院長還帶領我們國營事業的董事長 五六個 都是超大型的企業 到我們地方 還有我們的市長 來到地方向我們的市民同仁道歉 五百年來沒有這樣 在小卡從小長大 除了讀書 幾年的時間離開高雄 一直都待在小卡從來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去年 人大都會去降邊 然後我們的後進給觀察 這個都是閑樂設施 居民趕著他們走 他們真的要走 除了後進 照規定走 還是走到小卡 人大都會去降邊 他們不想走 他們說我要投資新廠那麼多 我這些舊設備都不能用 那我還要到什麼時候才弄 我想也要怪實話 因為自己不景氣 我記得我這幾年 分商期間都有參加 我看到這種 我們那種 殯葬業者 道士 李醫師 道士 還有那個殯葬業者 他們都會轉型 他們轉型 生命女醫師 漂亮 都穿新裝 戴很可愛 我們今天石化工廠都不會這麼做 被趕著要走 那 沿海大鳳嶺的空氣污染 引發我們人權的爭議 常常媒體 常常國際新聞都來採訪 國人也是關注的議題 我想 高雄市長要拚經濟 我們全力支持 但是 石化業將來的我們的石化專區 在地方的建設 要通過環璧 我們高雄市政府的每一項的作為 都要受到一一的檢視 所以 石化專區也好 循環專區也好 居民的態度 才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要把 比前村更重要的武館 先把環解決 環市長 有簽不完的村 我現在講小卡 等一下 林遠沒一眼來說 林遠也要簽村啊 等一下 哪裡也要簽 你簽不完的村啊 所以 石化 我們當時 在謝長廷的任內 有三個很支持的園區 軟體科學園區 謝長廷核定的 陳水扁來共度 現在變成一般的公司 然後 都可以進駐的普通商業大 還有謝長廷核定的 我們的成功募的自動倉儲轉運園區 現在變成辦喜宴的地方 我們的小改空運 倉儲園區 A區姐邊現在要當工廠 VC區區D區 閒置 然後 當停車廠 或者是 台塘做消極的管理 所以 石化園區將來不會變成這樣 石化園區的市長 這個 在於決定這個政策的同時 我想 我們也支持經濟發展 我們希望完成全村 希望產業 也能夠 也能夠 發展 但是經濟跟環保 我們認為一樣的重要 一樣的重要 要請我們相關單位 務必要謹慎 石化園區的這個核定 這個是我們高雄環環這幾年的 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 我想 舊港 舊的市府團隊都知道 生活中心啊 也就是所謂的亞洲新灣區 流行業中心 自貿區 還有我們的市貿展覽中心 我們的輕軌捷運 在中山路的高速公路的以北 這個亞洲新灣區就是舊港 高速公路末端以南 二貴 三貴 四貴 五貴 六貴 現在還有長榮海域的七貴 馬上在弄 我們的沿海 有幾千公頃的土地 要變成藍新自貿區 還有週季一二貴的土地 新港要做生產中心 就是因為這個策略 讓我們的南高雄 讓我們的前陣小港年齡 陷入了我們貨櫃大卡車 以及工廠林立的一個狀況 來 在2014年7月31號 高雄有史以來 發生了最大的石化災難 32人死亡 300多人受傷 包包五位消防臉 一位一消 重大的損失 我想這個是全世界的焦點 817號之後 高雄開始思考 對石化業的依存 高雄市工業的轉型 有沒有新興趣 你加拿小港前陣0年的居民 會不會支持 我想沿海六里要簽村 我們支持 我們也支持又會簽村 也支持公平正義的簽村 那小港前陣的鄉親 我們支持各位的發展 但是我們卑微的請求 就是給我們鄉親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你看這個策略 我們怎麼樣回來 給我們鄉親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給我們一口新鮮生存的空氣 這個是我們最基本 最卑微的請求 但是將來面對的石化型環專區來的 因為七豹要來收納全高雄市 287間的石化工廠 我想這個衝擊很大 要怎麼樣把衝擊降到最低 這個是七豹在先 引來石化專區的設置 小港前陣鄉親合租 我們後勁武清 以及人武石化 大社石化 前陣的國華 教育區旁邊的 碼頭化工區 大搖零零的石化專區 通通要來我們小港連海 通通要來香港連海 如果石化專區 石化的物感 只是在同一個城市 轉來轉去 那還是從北高雄 轉到南高雄 轉到我們小港石化專區 來排放而已 最後的問題 仍然是我們的市民朋友 只是居住在南邊的 來承擔 原來喊了這麼久的 石化的轉型 原來喊了這麼久的環境勝利 最後藍綠政府 只端出了一個石化專區 來解決 這樣的轉型正義 這樣的轉型的道理 到底是何在嗎 本席也一直很納悶 好 這個是重工業 包圍我們的小港 我們小港配合的重工業的政策 我們無言如回 但是也要重視我們千春的問題 我們支持千春 支持公平又會千春 我知道四五的被動了 5月15號 已經把千春的政策 千春的計畫書 報到工業局 轉到行政院 然後去核定 然後等審查我們的 十萬的循環專區之後 我們要啟動千春周圍 我早四五都準備好了 但是千春 一定要兼顧環境的發展 環境的正義 跟環境的安全 不能另外千春 派了另一票人喔 市長 你將來我簽罰你的春 你當總統也是一樣喔 你將來區域還是對的很好的嗎 好 小港連海又以千春喔 中央警文由樓梯想 未見人下 地方安排喔 這個是經濟部長 在107年4月 向立法院的報告 先處理千春 然後再過去處理土地的使用 千春的經費700億 由行政院來統籌成立 跨部會小組 高雄市來完成 預計二零一九零 市長二零一九零 今年就到了 剛剛開始而已 就是兩年又停下來 將近兩年啊 還是不夠 中央警文樓梯想 會再停下來 地方安排 但是 市長 我想 五月十五 你已經把資料報告中央 我們也支持 我們知道市府也在動喔 那最大的問題 缺地 缺土地 我知道 土地沒有那麼容易啊 我等一下向市長報告 我會幫你們找地 來 小港原來鄉親的訴求 不得不講 建地 一坪換一坪 土地一坪換一坪 建物協議 又會架構 又會補償的對象 是四居大領土的沿海爭區民 沿海爭區民 市長 陸花局長 地震局長 想清楚什麼叫沿海區居民 第三個 千村不要增加居民的負擔跟負債 第四個 那邊有公設地 我祖先也是學校用地 爸爸也是學校用地 到我現在也是學校用地 你都不給我徵收 到現在你要 你要千村啦 你們要做公的地 一坪賣二十萬三十萬 結果你跟我用公共設施版的地給我徵收 請來一坪 我兒子阿 我做的都不公民 老家公民 用地 你們如果要清洗 都不可以推翻 都辦公里 到去分為 你們都在地 我們都在公設地 所以公設地 農地 居於小坪宿的土地 還有現在的營業店面 人家家會有生意做 你將來有沒有生意做 如何 又要會公平的補償 或者是尖叫或安置 文化歷史的保留與保留 這個也很重要 很重要的幾個前村案 等一下我報告 前村域地地要先建置規劃 優質便利的市場 醫院、學校、交通、大眾因素等公共設施 我知道很難 我們有一個高坪特定區 就是重化好的 我們市政府那個山坡地那麼高高 有辦法重化 我們市政府分回來 七萬多坪的建地 公園律地、學校律地 那個不算 一個區塊增收 我們就可以取回七萬多坪的努力 但是為什麼沒有 沒有大林府的人不願意接受高坪特定區 就是因為沒有學校 沒有市場 沒有交通、沒有公車 他們才不願意去 所以造成現在 哪一個單位中央沒有 你們都不敢先開 你們只要公親必持住 你們只是執行單位 你們只是貸款單位 你中央大一坪加一坪要還一坪 土地從哪裡來 市長這幾個訴求 一定要將來背後的時候要納付 一定要納付 這鄉親、沿海鄉親主要的訴求 我要來代言一下 大林府前村基本上已經開辦 居民擔心會不會負債 最怕是我的負債 你現在幫我盤處 我要先盤處 我去家要去外負債 去家又有圍繳在附債 我怎麼蓋 經費誰出 我知道中央想逐年 被列印帳給我們 沒有一次到位 你市政府怎麼做 你現在在等著中央 市長也講 你如果任何十萬專區 連產值八千億 兩萬個工作機會很重要 就請經濟部 趕快核定簽署計畫 我們高雄市來進行 但是我知道的 中央是想逐年被列印帳給我們市政府 你市政府怎麼做 我知道 缺利怎麼補 以為這麼簡單 缺利怎麼補 我們現在只有 紅毛港全村專用地 剩下來的二十一公頃的土地 市長 這二十一公頃的 這紅毛港全村專用地 四十一公頃 你知道哪來的嗎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為了黨務局 為了安置 我們的要開放我們的 自由貿易港區 硬壓著台港區 區段徵收 只能領錢不能領地 錢很簡單 中央有錢 台湯你不要領地 才有這四十公頃的土地 來供我們 現在的 也就是以前簽過的 紅毛港全村 結果那個所有土地 賠你大家都領現金 只領了二十幾公頃 還剩下二十一公頃 市長 我們的大一戶 兩萬多 一萬四千戶 每一戶三十戶就好 你不曉得我們那個鄉下 鄉下每個人都是五十戶八十戶 你敢答應一支換一支 你怎麼知道 我算了一下 最起碼要四百二十公頃 四百二十十戶的 你們現在只有二十一公頃 曾經本席 曾經問過地震局 在一百零五年的十一月 部門執行的時候 我們說 八八重劃區土地下面 七十七級重劃區 是不是要供給我們大領土千村用的 還有我們小港上航林區 是不是也要留給我們千村用的 都不是 小港上航林區也開花做真理負面 八八七十七級的重劃區 那是台湯的土地 人家已經經過區段徵收 人家已經入幕圍區 人家已經在廣見房屋 哪還有土地 沒有土地 來 市長長後名下來 境外學術 確定等補 最新的千村政策 跟最新的千村進度如何 市長長後一下 或副市長 哪一個人比較清楚 因為我想先請四川副市長 跟你保護一下這個政治的專案 謝謝 好 我們請林副市長答 好 謝謝委員長 謝謝林彥 現在大領土的這一個案子 當然剛才林彥也談過 我們這一個突發行 在15號已經把該有的這一些作用的損失 包括資料已經報到經濟部工業局 那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到今天為止 是還沒有核定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有關所有的搬遷 這一些所有市政府的假設 是代辦 是代辦 所以這個經費大概 當然他們新建不算 就是我們搬遷 這一些的費用 大概將近五百八十幾億 就將近六百億的這個錢 是由中央來按連度 那一天這個張正文的開會 他是主基於總署 就是希望能夠按連度核定 這個就是剛才林彥也談的說 他沒有一次到位 就是按連度給自上來的那種狀況 那第三點 我們在五月底 為了要跟我們這個當地大林府這裡 所有的市政府的溝通 我昨天把這個專案的辦公室 我批定 我們會在那裡設了一個專案的辦公室 來跟所有大林府的這些市民 來做這個溝通 那第四點是有關 李彥也剛才談 那個才是最終局 因為當初我們剛才這個所有的 這個市民的要求 所謂一品換一品 其實他只限定在建地跟商業期 但是有一些 剛才李彥也講的 以前跟人家指定的這個公共設施 法標地包括漢地農地 還有廟宇 在的這些那種狀況 他就沒有答應說要一品換一品服務 那這一個當然就會造成 我們現在班牽 也許就會有很大的困難 跟市民的市求有一些落差 包括還有很多市民的 然後要求是 沒錯還有號題組 那這一個也是一個很大的 所以找地其實是真的現在 市政府必須要進行 這個想辦法進行的願意 這也是剛才李彥所談的 大概有兩位吵架的主要 來進行的 好不好 謝謝副市長 你很用心 我知道我 五屆的民意代表 我重量也有人 也有手 我有偷偷在 很謙遜的進度 張錦生 張政委是希望 竹林被這些預算給我們 我認為這個不對 這個會認為 我們高雲市政府 會怕公親必須主 以前我們前任的市長 在地方都受歡迎 一個洪華港簽證案之後 到了地方 大家責難 才會有今天 韓市長 的產生 請你一樣 引以為見 我們雖然我們只是代表 但是呢 我們會變成公親便宿 公親必須主 前政府立憑答應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 不管這個是蓋瓜層做的 市長你一定要盡力來做 市民就會體諒 你盡量的找錢 找地 我來幫你想辦法 等一下我報告一下 那你簡單報告一下好了 市民通常 兩萬個 兩千億 八千億的產值 兩萬個工作機會 兩萬五千多人住在沿海 一萬三千六百幾十幾 封集在沿海 市長你怎麼解決 如果真的需要地 四百二十公頃 七八十幾 要四十二萬平 才能夠解決 謝謝 政總獎的一萬一 來市長答應 謝謝 市長請答應 謝謝李遠 長遠來看 這個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是一定有事 都要立的 這是八千億的年產值 兩萬個工作機會 而且 如果集中在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的話 我們高雄是最大的都市沙手 管線問題 就可以得到解決 我們很多管線 到處來的實話管線 我們都不知道會不會是微爆彈 我們很害怕 如果有專業區的話 再加上這個管線問題 可以得到一種控制 甚至把管線問題完全消費 所以 現在就看經濟部的態度 我們的立場很清楚 市政府代辦 然後全力協助 那在這個過程 如果經濟部核定 不管是逐聯編 還是給的先多 後面給的少 不曉得 只要確定 要執行 我們新的團隊 一定會全力以赴 這不是為自己 事實上是為了 臺灣未來整個實話產業 我們必須要做 那至於未來的找地 我相信一定大家都會有很多意見 那找到哪個地點 一平換一平的精神如何熱實 然後如何能夠規劃學校 交通環境等等 我們市政府的新團隊 會面對這問題 而且誠心誠意的去做 如果還有相關的一些需要我們注意的 也歡迎李遠隨時提醒我們 我們一起來 團結社長的結束 謝謝